共機30公尺貼海擾臺 而且還爆出前空軍的高層 被吸收洩密 這到底怎麼回事 這個先講一下 大概分兩個不同的地方 第一個就是說 這次爆出來就是說 共機在30公尺高度 在飛行的這個過程當中 被很多人質疑講說 它是不是第一個 它在滲透我們的 這個所謂的我們的空房 第二個是為什麼 它鎖定所謂的30公尺 是不是跟之前的 這個所謂的洩密案 是有關係的 我們先回來看 在這次的共機的部分 按照媒體所揭露的訊息 大概是有三架的 中國大陸的所謂運拔型的 那裡面當然有反潛機 那也有它的所謂的天竿機 就是我們講的 電子干擾機這些 那這些東西呢 基本上如果以 它的30公尺的高度來說 跟過去最大的不一樣的是 以前我們看到這個共機 在所謂的ADIZ 西南方這一塊 它大概是在所謂的 巡航高度 那我們一般其實 就反潛機來說 它有所謂的巡航高度 跟作業高度 為什麼 比如說我在巡航高度 比如說5千尺左右 那個太高了 那太高了 它沒有辦法 對海底下的東西進行徵收 所以一般來講 如果它是在巡航高度 它會飛得比較快 那那個對於它的機種 本身來講 因為它飛這麼高 所以它基本上 不會對海面進行偵測 或海底進行搜查 所以這一次 如果以它以30公尺來講 它基本上是屬於 在一個作業高度左右的 這樣一個 因為它如果要 對水面下的東西 進行搜查的話 它就必須要飛得比較低 高度降得比較低 所以這裡面就會產生 另外一個狀況 就是說第一個 它用30公尺的高度 在那裡飛行的過程當中 它是不是 那時候在進行 它的反潛徵收的作業 那到底是一般性的訓練 還是那個時候的海域下面 有它想要找到的東西 那看起來不是找自己的 除非它是在演練嘛 那是不是有 其他國家的潛艦在下面 所以逼著它必須要往下飛 這是第一個 第二個呢 就回到了您剛所提到的說 是不是有可能跟上一次的 供碟案有關 基本上台灣本身來說 我們在空防 大家都知道 台灣大概就是一個 刺蝟之島了 因為你的整個的防空飛彈的密度 基本上大家大概 數字上大概都很清楚 可是我們也必須承認 每一個雷達都有它的死角 一定的 譬如說 這個我們現在雷達系統來講 當然你說熱山雷達是一塊 可是熱山雷達 它之所以做這麼高 是因為它在高度上面 雷達這樣打下去的時候 你會發現 當我這樣一畫下去的時候 這個地方就是所謂的 會有死角 所以我們本身在整體的 這個雷達網 我們有空軍的 這個所謂的牆網 那海軍有大城 那陸軍有陸軍的 我們基本上是透過 不同的東西進來 甚至即使是我今天有死角的時候 我還是會用人員的部分 去防守那個死角 所以如果它是用 這個所謂的慢速機 我先強調 因為運霸飛不是很快 它如果今天真的是 有意要去撤你的這個死角的話 老實講我用戰鬥機更快 我就貼海飛行 但因為貼海飛行 有一定的難度 我剛剛特別想 你記不記得曾經 我們有過一個新聞 講說我們空軍 也有人被爆料 說我們這個要求 長官要求在飛行的過程 要求我們的空軍 就他們那個反潛機 這樣要飛得很低 飛得很低 甚至還要表現什麼 教官英勇說什麼 你看我放開操縱桿 那個墮屏的部分 我控制得非常好 那可是我們就講 貼海其實有一定的 危險性的原因是 因為海面還是會有些 它這個氣流會干擾 所以你如果稍微有個亂流 很有可能一個上下起步 因為30公尺 大概就10層樓左右的高度 老實講其實非常非常低 反應時間其實很短 是 所以它到底是 一個什麼樣的狀況 再來就是說 它是不是要透過這個方式 來突破我們雷達的死角 所以這裡面就很重要的是 官方有沒有要證實這個新聞 看起來是有的 為什麼 講說我們還有廣播 說你這個共機 在西南空域這一塊 你飛行高度只有30公尺的這個 我們已經看到你了 那代表是什麼 你知道這個新聞要放出來 就是你如果真的是要偵測 那我就告訴你 這不是個死角 因為 你懂我的意思嗎 就為什麼特別 因為死角我們就看不到 當然 所以如果你是要測試死角 我就透過這個新聞告訴你 這不是死角 不用浪費時間 你不用再飛了 而且我剛剛講嘛 你慢速機是這樣 你快速機 我基本上也抓得到了 所以這幾個新聞 其實有不同的層次 可是回來 我們回來看這一塊 為什麼會認為說 這個空軍的高層 如果是遭到吸收 很有可能原因在於是 我們現在一般人 對於這個空防的概念 因為我們大概在 第一段的時候 大概防空飛彈或什麼的 還有最末段的時候 大概都是靠雷達去鎖定 所以如果今天有心人士 知道說 我每一個雷達戰的佈局 大概都知道 可是你每一個雷達的性能 或者是它的租源的部分 如果今天被敵方所掌握 那我就可以在全台的部分 你的雷達站出來 我就知道你整個的範圍在哪裡 而且就知道死角在哪裡 是 如果真的有這樣的 一個遭到吸收的 很有可能就是說 而且你再看 我們基本上 這個所謂的 這個最近傳出來的 跟過去有的經驗 你會看到被吸收 或疑似可能要被吸收了 它都不是這種無名小卒嘛 它基本上大概都是高司 或者是聯餐單位的 那這些人 它基本上對於 整體的作戰概念來講 它其實是有一個規劃在上 所以它會知道 整大概的這個佈局 所以這裡面才會讓大家講說 如果今天是真的這些高階 或什麼 尤其像有一些的 退降去參加活動或什麼 那會不會久憨耳熱啊 什麼共軍 國軍 都是什麼中國軍之類的 那就把這個所謂的 不小心之間 我們都不要講故意啦 可能會不會不小心 被敵方所知道 所以這一塊 其實大家都會 非常非常的擔憂 那為什麼這次沈國針 會不會特別點名出來的 其實你可以看得到 因為在這一次的所謂的共諜行 或疑似招吸收裡面 其實不斷地牽扯 因為這個案子不是一個新的案子 它其實過去偵辦了非常非常久 那再來就是說 我剛剛為什麼講說 高司聯餐的這些人 因為你可以看得到 除了高階的所謂將官之外 另外也有所謂的校級軍官 那這個校級軍官 就我所認知 它之前應該都是有當過 高司的參謀 或者是所謂的隨緣的部分 所以它透過這個方式 比如說後來在查的時候就是說 像沈國針被人架起來 2017年的時候很多人質疑說 他們有去參加這個 所謂的北京人民大會堂的 這個聽訊 他們的說法當然是說 他們被騙去啦 搞不清楚 所以我們先懷疑一下 沈國針的說法 沈國針說很多人是被設計 所以有了經驗 再也不會去中國參加 類似這樣的一個活動 可是我剛剛就講 就是說因為他的職務其實敏感 他是以前的空軍司令 那空軍你也知道 他我們大概就是分為 戰訓的部分嘛 所以你有作戰 比如說我們校準啊 校準部啊這一些 那這一些其實在你整體的概念裡面 你會知道我們整體的 站立到什麼程度 一定的 即使你已經先退了一段時間了 可是你對於他 其實整體上面來講 可能不會在短時間內 大幅要盡的情況之下 如果今天真的不信啊 不慎被人家吸收 尤其有些人被吸收 是真的他搞不好 真的不知道自己被吸收 比如說我這邊有提一個例子嘛 就提到說沈國針呢 當時跟另外一個退役少將 叫陳孝華 也到中國大陸廣州去打球 而且其實你看 這些都告訴你講說 我們已經掌握你的行蹤了 還跟中國大陸的官員見面 甚至呢講到 陳孝華 錢耀東跟謝忻 因為錢耀東這些都 之前就已經出現了嘛 還跑到哪裡你知道 又到那個去那邊吃飯完的時候 又敲定再去廣州打高爾夫球 那大家其實會很好奇嘛 第一個你高爾夫球哪裡不好打呢 陳孝華現在在幹嘛你知道 陳孝華在空軍侵權綱裡面的 那個高爾夫球長當總經理啦 那他每天都可以打球啊 那時候防疫期間 他自己還私帶有人進去 被我們踢爆 然後他還講說 我就是人情世故啊 沒辦法你知道 我就講你車子怎麼喜歡打球 你自己就管球場 對啊你每天都可以打啊 不能自己去打 還一定要跑去廣州去 這個就很怪嘛 這是第一個 第二個過去我們也看到 有一些是莫名其妙 他可能自己本身覺得說 我行得正坐的直 但是你家人如果被人家招待 出去旅遊 這個不會也很怪嗎 瓜田裡下 對 那我講真的 你將軍退伍 付不起老婆的一個出國費用 我也不相信 可能老婆太多啊 不是 以上所言不代表 以上所言純屬開玩笑 所以這裡面就有一些問題 就外軍為什麼會在上面 會一直質疑的地方就是說 說真的 我老實講 我覺得有些退將 他們的法治觀念 跟敵我意識真的很弱啊 就像今天人家 欸 鳳哥沒什麼事 我們兩個來吃飯 可能我們兩個OK 你母人是要去打 我告訴你 我跟你出錢 我告訴你 我就會覺得怪怪 你對我什麼企圖 憑什麼 他們不覺得怪 他們可能都覺得OK 所以他們比我們笨嗎 沒有 他們可能比較習慣 被人家招待 我不知道 不然怎麼會有這種 奇怪的事情呢 貧窮限制我們在想像 這個代表我個人立場OK啦 因為他自己都講 他說我是被設計的 所以以後再也不會去了 那表示以前他可能不覺得 這有什麼問題嘛 所以我今天真的必須說 這些東西其實曝露出來是什麼 我們一直在告訴大家講說 這個敵人會用各種的手段滲透 你們以前做長官的時候 你們不是這樣教育部署的嗎 怎麼你們不做長官 出去了之後 一天到晚就炒出這種被設計 我們如果前空軍事情 這麼容易被設計 我也覺得很怕你知道嗎 你多不多就可以設計你了 所以我覺得這裡面 當然曝露出來是 中國大陸在這一段時間 不斷地在這邊飛 那如果我們真的有相關的情資 跟這些東西被他所掌握的時候 我覺得這個是一個 很大的一個國安危機 的確沒錯 的確是一個很大國安危機 那其實講到國安危機呢 那就不得不講起 國民黨的不分區的 很代表性的人物 這個吳思懷 所以 小心 吳思懷從 我記得從那時候他被提名 就外界對他就有很多的 批評跟評論 那當然他現在也當了立委 如果說他們這樣團進團出 也會被人家開始 有一些質疑跟不信任的話 那你們吳思懷怎麼辦 這個當然是不要去比較好啦 不管你說是不是被設計 這個新政的部分 我沒有辦法去替他思想檢查 他自己是這樣講 但是呢客觀而言 就是不要去比較好 因為你為什麼要造成 這麼多的誤解跟困擾 以及你自己的身分 是相當的特殊的 那吳思懷的話 當然一開始大家對他 他有一些質疑 可是你看到 他做了立委之後 我覺得他改變很多 前期的時候 他剛當的時候 很多人對他有質疑 有嘲諷 有嘲笑 可是你看 這幾個月以來 似乎呢 很多的爭議 反而不在他的身上 反而不在他身上 所以就我知道他對於 他是有把他一些 就是將領的資歷發揮出來 比如他的幕僚 據說呢很有趣喔 據說他的 因為我們知道有些立委 對國會的助理很苛刻 就薪水給的很少 然後工作給很多 就是這種灌老闆型的 很多 但是呢我聽說 吳思懷對他的助理呢 是非常好 然後呢他的助理都很多 都是好幾顆星星 就進去這樣 所以他們對於很多 國防國安的事情 其實是真的有了解 那只是說因為一開始 大家對他的不信任 所以我才講嘛 沒事不要去參加這些活動 為什麼 因為你參加了之後 你後來可能你有一個機會 展現你自己的才華的時候 哦 大家都不信任你了 所以吳思懷他可惜 就是可惜在這一點 就是先前大家對他的一些質疑 使得他在進到委員會以後 好像他最想要去國防外交 但是呢遲遲沒有機會 可以在這個領域 去發展他的長才 所以才提醒大家就是說 我們去參加活動 不是說不能去大陸 參加任何活動 我覺得台灣大概也沒有 到兩岸沒有到 這麼劍拔弩張 但是你要想清楚說 你的身份去參加這些活動 到底適宜或是不適宜 那尤其是說 其實大家都會給一些提醒 那有了這個提醒之後 你應該就是就知道了 不要再發生類似的事情 我覺得會比較好 但是因為我看到 我們在講年金改革嘛 我覺得也不能拿 少數的這些將領去參加 然後呢就認為說 其他的退將也是如此 我覺得這是兩回事 大家一定要分開看 絕大多數的退休將領 對中華民國還是非常的 就保家衛國的概念 甚至有這種說 跟大陸這個不兩立的概念 還是很多都是有的 就我了解是這樣 所以針對少數去參加的人 不管他是故意的 還是他是不小心的 我們多加提醒 其實對他而言 長期也不好嘛 但是更多數的退休將領 他的那個愛國心 我覺得是應該要拿出來 讓大家看到的 不要讓民眾都誤以為說 這個所有的退將都不愛國 沒有這件事 其實我覺得這個就是 因為現代 因為媒體太發達了 所以他會有一種 被放大的效果 就比如說想說 最近這個高端疫苗的注射 其實你如果就統計上來講 他不管是不良率 或是說注射後死亡通報 是國內三種疫苗裡面最低的 但是他一直被放大 那的確我也同意小青說的 大多數的將領 他退休之後 其實對國家是非常忠貞的 譬如說來過我們節目的 張炎廷他也是以前空軍副司令 于北辰也是少將 他們兩個據我所知 都沒有去過中國 但是呢 少數就容易被放大 還有一點我覺得 政黨要扮演很重要的角色 就是說到今天為止 因為其實以台灣過去 很特殊的政治情勢 大多數的高階將領 可能都是國民黨籍 這個我們不會演 這過去的歷史背景 那可是我覺得這時候 政黨就應該拿出態度來 就今天如果你這個政黨 有個很明確的態度 就是說本黨假設我隨便舉例 國民黨下個令說 本黨所有某種階層以上的將領 在不得與中國的怎麼樣怎麼樣 做任何交往 我覺得政黨的態度很重要 那講到這個去中國 是不是被設計 我們就要問張宇韶 因為他不是被設計的經驗最豐富 因為他去中國的經驗最豐富 去了一百多次 宇韶所以你覺得 真的有可能被設計嗎 真的每個人都是 誤入叢林的小白兔嗎 對 其實以我個人經驗分享 宇韶也是我自己的學弟 我大概只有第一次 念研究所的時候 真的是去中國遊山玩水的 因為自己的政治色彩關係 如果不是對岸的學校 智庫研究機構的邀請 有邀請函 因為我又要把這邀請函 跟相關單位 因為我過去在陸委會服務過 也在民進黨中要服務過 確保這是一個合理的邀請 是去做學術交流的 或者是說不論是地方政府 去針對我們所做的研究案 基本上做這樣的邀請 所以說基本上是不太可能 第一個自己過去 我也不是去遊山玩水的 如果說交朋友 現在通訊軟體這麼發達 我們也可以在線上聊一聊就好了 第二個是團進團出的時候 其實雙方都一定會有 對口的單位 台灣的這地方 不論是政治大學 東亞所 或是委託的相關的研究機構 他在行前一定會 一五一十的會開一個會議 這會議什麼呢 簡單來講行程的安排 還有哪幾天呢 有什麼樣的規劃 當然也問我們說 這些規劃有沒有大家覺得避諱 比如說你可能不想要去 南京視台辦 你可能不想去上海視台辦 有人就不想去 因為基於禮貌來者是客 也要把這樣的狀況 跟對方回報再做確認 到什麼地方我們要跟什麼人聯絡 總共我們這一團假設有十個人 可是當天有人不方便 那天上午他不客出席 要把這些事情聯繫好 我們只是研究者 我們只是博士後 或者是我們只是專家 對這樣的行程的規劃 會做到這麼的詳細 我就不太瞭解這些位高權重的 這些星星們 將軍們 去中國的時候 難道沒有這樣的行前說明會嗎 第二個是只要有那個不清楚 因為我們都不是小白兔啦 有一些模擬兩可的 比如說有些單位啊 一聽感覺起來就好像是呢 軍方跟國安單位的智庫 一聽什麼中華文化復興 這很奇怪的嘛 我們都會去問 然後想辦法請他們幫我們了解 所以我說啦 要不然呢 規劃的人基本上別有用心 再不然呢 第二種可能是什麼呢 去的人的警覺性太低 那第三種可能是什麼呢 我就裝傻嘛 反正我就不問嘛 反正學長已經安排好了嘛 那有什麼東西呢 我都不想了解 我就裝風賣傻 等到當地的時候 回來發現這是一個 不該去的場合 其實我覺得我不知道啦 這樣的官場文化 或是軍中文化 你是一個中將最後跑道的是啊 習近平有演講的場合 你是一個有主體性的人 你難道不能說 我不方便參加嗎 或是呢 進了這麼重要的人民大會堂 你難道不知道是什麼嗎 那個時候你不能臨時請假嗎 我個人覺得很奇怪 因為這種狀況 我們都有發生過 有人就是不想進國台辦 有人就是不想進省台辦 臨時跟我們隨團講說 那對不起了 我就先回去了啊 這個行程呢 我個人覺得不舒服 我不參加好不好 這也是著名的一個學者 我們就保留他的名字嘛 一個院長級的 所以我覺得兩岸交流 總是有一些最基本的底線嘛 那你如果身份敏感 要過去的時候 是不是更加應該要了解 這是不是一個統戰的信實 或者是呢 這是不是一個圈套 最後你應該有想辦法 還是可以抽身 最後給這樣的答案呢 我個人是不太能夠接受的